只需一碗就能变成玉一样的喇叭蒜 今天它又来了 不同的是今天不用摇 剥好的大蒜继续切头 然后找个好看的碗把它装到碗里 加这样 一点来了啊 不要再纠结陈醋 就用普通的袋装米醋 开火加一勺白糖 然后像这样把它烧开 稍微晾一下能筋手就行 然后把它倒到碗里 碗里一定不能有生水 然后不同的是继续烧一锅水 切记一冒泡就关火 然后把泡好的蒜放到锅里 盖上盖用余温焖一碗 现在还不晚 一年不能白干